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仍然交不惜热情的乡心起爆了现场 那报名的部分我们之前有在FB 或是一些网路平台有做一个 就是有一个讯息的一个播送 那就是希望我们在地的一些音乐团体 可以主动来主动来参加这样子 下午四点多就已经出现人潮 受邀的乐团也依序上场 其中包含了金曲团队哈雷 下午四点钟 下午四点钟 哦 哈雅 哦 哈雅 哦 哈雅 我的梦想和计划 就算今天这场办不好 那也是当作一个简号 所以每年都一定要办 排除外来一定要办 结合地方的一些音乐团体的人 音乐团体他们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个舞台 可以让这些平常就在从事音乐的音乐人 有一个发挥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在南河我们有一个第一届的春日巴马河流音乐会的一个活动 我们音乐团体有我们春日香的野兽乐团 然后还有GINES舞团 那比较知名的 因为我们还是有中金礼拼那个 我们原住民的知名的歌手跟主持人 就是民雄 民雄的部分 还有参加超偶的杜牧 杜牧他们今天也都是会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音乐会的活动 对 吸引力 暗乐团等16个团队 特别伤情民雄主持 歌声鼓声声声敲击在每个人的耳中 台上台下亥翻到半夜 冒着神经兮兮阵雨的干扰 大家就是硬要感受施寒的快感 台上有的单枪匹马 也有年仅7岁的狮子小谷王 小谷王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谷 几岁 几岁开始学打鼓的 三岁 三岁 那么厉害 掌声鼓励一下 我三岁庙不够还穿着 更何况学打鼓 太强了 那你目前几岁 七岁 七岁 已经学了四年了 喜欢打鼓吗 喜欢 之前打鼓的是谁教你的 爸爸 三岁庙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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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鼓有个节奏 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教他 对 然后就开始带他去表演 去外面表演比赛 表演团体的团名都颇具巧思 从他们风趣的介绍 团名中 原住民直率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绝 音乐技执行长盛国泰表示 很多具有天分的乐舞歌者 曾因没有挥杀的舞台 所以才孕育出本期音乐技的发响 希望能让他们的声音 被分享 被听见 事实上这个音乐技的活动 我主要是 办这场是要给我们原住民的一些团体 然后做一些 音乐上的交流 最重要的目的 然后也是 顺便也是 回馈给我们原住民 回馈原乡 是这样 那这场活动 除了我发起主办以外 那还有我们乡长 还有我们的代表会主席 在幕后支持我们 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时间很短 我们从筹备 大概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是很临时起义的 这些兽娃团体都是以前有来野兽表演的一些团体 然后再加上口耳相传 那个网路上 对 然后他们都是 只拿 只拿那个车马费 完全都是 那个 赞助演出 对 有提供舞台 所有的一些设施设备 对 对 对 那个 那个 我们总共有16个团体 我们风雨无阻啦 我们原住民的精神 风雨无阻啊 你是原住民吗 我不是 但是我在这个部落 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 那 obe 记者陈日针在南河桥头的报道 谢谢大家